我在收到這個五月底的這個考察的行程的時候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荒謬 因為我是警銷還會的這個委員 我們去看這個行程的部分 只有呢三分之二以上呢 都是都是吃喝玩樂的行程 台中市議員吳沛雲 是警銷還會委員會的其中議員 他怒批各個委員會考察行程表 出席率以及考察報告 市議會官網都沒有公開 針對警銷還會委員會 日前去嘉義的三天兩夜考察行程 第一天跟第三天是跟嘉義縣市警局警政觀摩 考察行程大約一小時五十分鐘 剩下的時間都是觀光行程 有欣賞阿里山日出晚霞 搭小火車參觀觀光茶園茶場 晚上則入住破萬元的五星酒店 我這次是拒絕去參加這個吃喝玩樂的考察行程 總共呢所有的委員會的這樣的考察花了673萬 像警銷還會的這樣的委員會的考察 更是花了快要接近100萬左右 吳佩雲拒絕參加認為玩樂的行程可能不太適合用人民公塔來支付 而各個委員會的考察經費都是由議會來審議 通過之後編列的預算 七個委員會一年兩次考察673萬元 至於警銷環外委員會11位議員加上四位局數首長 嘉義阿里山行程平均一人大約3.2萬元 有一點太爽了 有點偏高但是他是官員 把事情都辦完的話應該是可以 但是畢竟納稅人的錢還是要花在刀口上 大多數市民都認為納稅錢應該花在刀口上 覺得考察經費稍微偏高 雖然主辦單位是市議會 但是市府負責審核經費 對此則表示都是經過多次協調討論才實施 相關活動跟時速安排也是一一採購法 辦理招標來做安排也合乎規範 TVBS新聞陳如鮮林蔡影台中場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